如果你在看片时,发现女主角竟然是自己的女朋友,你会怎么办?这种狗血桥段,我之前连想都不敢想,但却真实地发生在我身上,我觉得我的心脏都要爆炸了。 哪个男人能忍受自己的女朋友称为AV女主呢?我叫汪强,是一名大二学生,在我们寝室被称为看片小王子,他们都说我是个狠人,看片从来不快进,大学生活有很多种好处,其中一种就是可以肆无忌惮地看片,而且总有看不完的资源,因为整个寝室就是一个资源库,他们都会把各自的资源共享出来。 而且还会一起观摩,共同讨论,哪个女主好看,哪个身材好,哪种姿势棒,这天,寝室的一个哥们跟我们分享说,最近刚发掘到一个新站,里面有非常多的好资源,而且有一个大学生的视频,视频场景很多都是在学校寝室的CW视频, 甚至是在学校的教师,图书馆,楼道里露出和CW片段,而且还有在课堂上,地铁上启动跳弹的视频,都是自拍,很是大胆,也很是惊险, 因为视频里,女孩旁边就是人来人往的各种人,在这种环境下拍这种视频,这个女孩可太疯狂了。 我们一边讨论,这个女孩子有多露骨,有多风骚,有多大胆,一边欣赏着她在视频中露出和CW的各种妖娆动作,真的是太风骚了。 女孩在各个视频中都没有露脸,都是戴着墨镜口罩和帽子,把面部遮挡得严严实实的,这也正常,在这种公共场合拍这种黄色片段,这要是露脸被人看见,可就麻烦了。 女孩的身材很好,皮肤也很嫩白,穿着非常卡娃伊,而且下面还剃干净了毛,视频还有文字介绍,女孩叫00后大学生性奴小鹿匠,视频发布者说,这是自己包养的一个大学生,会经常要求小鹿匠,在学校内外的各种公众场合,露出拍摄,小鹿匠已经被完全驯化,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, 而且在视频中,可以清楚地听到,小鹿匠在回应着视频发布者的指令,好的,爸爸这样行吗?爸爸主人,小骚货听话等等,故意用着交打的变声,非常诱人,就在寝视其他人,都在欣赏一个又一个小鹿匠的视频,我却发现了异样,虽然视频中小鹿匠全程都是把脸遮挡得严严实实的, 但他的身体特征是遮不住的,就比如,他的大腿根处有一个月牙形的胎记 就和我女朋友的一模一样,我当时脑子就猛掉了,我不敢也不愿意相信,我认为这极有可能是巧合,但真会有两个人在这种私密位置长一模一样的月牙形胎记吗? 如果有,那这个概率真的太吓人了,这个胎记我好好欣赏过很多次,绝对认不错,我强装淡定,找哥们要来了资源链接,我把小鹿匠的视频全部下载下来,一个个看,但越看我越害怕,不管从身材,体型,着装等等这种外在的对比, 还是如月牙形胎记,手上戴的戒指,还有他指甲上做的美甲等等,全都和我女朋友一模一样,最关键的是,有一条视频是他在寝室内自己的床上拍的,我去过他寝室送饭,对他床上的异音物品都很熟悉,这床也一模一样,这绝对错不了。 视频女主小鹿匠就是我的女朋友,这就像是一道晴天霹雳,准确无误地披在我脑门子上,我愤怒到顶点,我双手拿起电脑,就想扔出去砸碎,我现在想把眼前的一切都砸得稀巴烂,但我又把电脑放下了,好几千块钱呢,砸坏了,哪有钱买新的,毕竟我只是个穷逼大学生,我女朋友叫于斯, 和我一样也是大二的学生,我俩在入校军训后就成为了恋人关系,她长得非常小巧可爱,脸白白嫩嫩的,平时也喜欢穿一些可爱风的衣服,尤其是那种JK的制服。 她有很多套,穿着JK的短裙,再配上白白的长袜,一双小皮鞋,别提有多可爱了,我军训的时候,一眼就喜欢上了她,然后就开始展开公式,整天送温暖。 我哥告诉过我,追女生就要胆大心细脸皮后,我也牢记这条法则,然后于斯就成了我女朋友,我们两个已经好了将近两年,他告诉过我他非常喜欢耐良的小鹿,难道这就是他取名叫小鹿匠的原因吗? 于斯虽然长相和穿着都很可爱,但他性格很强势,所以我从来都是居高临下的,我性格算是比较软弱。 平时也都听他的,他让我干啥,我就干啥,但为什么在视频中,他表现得那么听话,那个男人让他干什么,他就干什么,他还叫那个男人爸爸,我实在想不通,于斯会有这么极端的双重表现,拿到这就是人们说的反差表。 我听说过,在大学校园里,有很多女生会被校外有钱人包养,尤其是有些女生,就喜欢大叔控,他们会主动找社会上的有些有钱大叔,自愿被包养。 大叔每月会给他们不菲的生活费,还会送各种奢侈品,为了钱,这些青春靓丽的女生甘愿做这些大叔的宠物。 于斯也是这种人嘛,要不然,他为什么会做这种事情,他平时花钱大手大脚的,经常买一些很贵的化妆品和奢侈品包包什么的,我本来以为是他家里条件不错,难道这些钱都是那个包养他的男人给的? 我越想越愤怒,不行,我要找他问清楚,我把视频中小鹿将那些有身体辨识度的画面全部截图,比如月牙型胎记,戒指,美甲,还有宿舍内的床,等等,然后保存到手机里,我要去找于斯,和他当面对质,思思,除了我,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男人? 我把于斯约到我们学校操场,轻声细语地问他,汪强,你是我男朋友,你怎么能问出这种问题?你不相信我,还是你不爱我了? 但我没想到,于斯的反应竟然这么大,他先生夺人,用非常气愤的语气跟我喊。 当然,他的这种反应,我早就习惯了,我们恋爱之间,只要我有食妖做的不对,他就用这种语气,对我发脾气,我一直忍耐,毕竟这么可爱漂亮的女朋友,对我发发火怎么了? 斯思,我爱你,所以我想听你说实话,你是不是被人包养了?我还是轻声细语的,我现在只想知道真相,汪强,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? 于斯火冒三丈,下一秒就有可能打我了,那你看看这些照片,里面的人是不是你? 但我也是有脾气的,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。 尤其是面对这种所有男人都不可能忍的事情,我拿出手机找出照片,一张张翻着给他看,这个月牙型胎记,我欣赏过不知道多少次了,还有你的戒指,还有这个美甲,是我陪你去做的,还有寝室里的床,和你的床一模一样,你怎么解释? 对,照片里的人就是我,怎么了? 于斯看到这些照片被我识破之后,竟然这么痛快地就承认了,这倒是有点让我措手不及,斯思,你,你,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? 你知道你的这些视频,全都被传到黄色网站上了吗? 如果被别人发现了,这是你,你可怎么办? 我很伤心,也很痛心,我的担心变成了现实,我的女朋友就是AV女主,什么怎么办? 我的脸遮挡得严严实实,谁也认不出来是我,除了你,这个猥琐男人,看黄片,还能看那么仔细,你没事盯着人家大腿跟的胎记看什么? 你以为你是福尔摩斯啊? 于斯很坦然地对我承认了,而且从他的语气上,丝毫听不出来有任何对我的愧疚,你怎么能这样? 你拍这个视频图什么? 你是为了钱吗? 你是被包养了吗? 我的语气也开始变硬 我的怒气值已经满了,我为什么不能这样? 我喜欢干什么我就干什么,谁也不能干涉我,阻止我,明白吗? 我有的我的自由,图什么? 我就是图钱呀,要不然我的那些SK2的化妆品,我的迪奥的香水,我的LV包包,你能买得起吗? 你买不起,别人能买得起,所以大叔包养我,让我给他拍激情小视频,让我陪他睡,我又不损失什么,还能赚这么多钱,为什么不能这样做? 鱼丝说的理直气壮的,把被包养竟然说出那么多大道理,这可是被包养啊,你怎么能做这种事情? 而且你是我女朋友啊,你这是对我不忠,我用更大声对他说,不忠,谁告诉你,我做你女朋友,就得全身心的都献给你啊。 我当然也可以全身心的服侍你,但你有钱吗?你能满足我的日常消费吗?只要你能做得到,我也可以做你的小宠物,你让我干什么,我就干什么,怎么样? 鱼丝竟然能说出这种话来,他已经恬不知耻了,之前在我面前表现的那么清纯那么可爱,那么冰清郁洁,全是装出来的,原来他骨子里,为了钱可以出卖自己的身体,可以出卖自己的一切,你怎么能这么不要脸呢? 那你为什么还要做我的女朋友呢?我真的生气了,这是我认识鱼丝以来,对他说过的最重的话,汪强,长本事了,竟然骂我不要脸。 好,我今天就跟你说个明白,半年前,是我主动在网上找的这个大叔,我们在网上聊了三天,我就跟他睡了,那晚上,我把他当皇帝一样伺候,要把他爽死了。 第二天,他就提出要包养我,我同意了,他每个月给我两万块钱,而且时不时地送我各种礼物,我觉得很划算。 他让我给他拍自卫视频,我同意了,在宿舍,在教室,在图书馆,你知道吗?汪强,非常刺激,我越是担心被别人发现,我的爽感就越强烈,我发现每次在公共场合,自卫我都能达到高位。 但是我和你做爱,从来没有高潮过。 我喜欢上了这种惊险刺激的游戏,而且还能赚钱,一箭双雕,何乐而不为呢? 对,我就是大叔的小宠物,他让我喊他爸爸,喊他主人,我就喊,他叫我小遭祸,我也很高兴,反正这就是一场金钱游戏,他出钱他就是老板,我愿意做一切他让我做的事情。 我是大叔的小宠物,而你汪强是我的小田狗,我让你做什么,你就做什么,我也特别享受你当我的宠物,明白吗? 所以,你要么继续做我的小田狗,不干涉我私人的事情,那我就继续做你的女朋友,要不然,咱们就立马分手,谁也别干涉谁,你好好想想吧。 于斯头也不回地走了,留我一个人在操场上凌乱,于斯竟然承认得如此坦诚,就好像他心里一点羞耻心都没有,拿自己的身体赚钱,这不就是鸡吗?他怎么可以这么不要脸呢? 他当别人的性宠物,拿我当小田狗,他想的可真美啊,在他眼里,难道我就是这样一个毫无血性的男人吗? 他以为他是谁,可以这样羞辱我,羞辱完,还要继续拿捏我。 如果我同意了,那我不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悲的田狗了,哪个男人能接受自己的女朋友是别人的性宠呢? 虽然我每个月无法给他两万块的生活费,我也给他买不起LV的包,但我每个月把攒下的钱全都花在他身上,我去做兼职,我去做家教,我也在努力赚钱,我也在给他买礼物。 我做的这些事情,在他眼里,就那么一文不值吗? 不行,我做不到,我该怎么办,这种事情又能跟谁说呢? 我总不能满大街嚷嚷,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女朋友做这种事吧? 为什么不可以? 为什么不让别人知道于斯干了这种卑鄙无耻的事情呢? 但我又没有实质的证据,于斯的那个胎记除了我,谁又能证明是于斯呢? 还有戒指美甲,这些满大街都是同款,于斯的床也可以随时变个样子,这些都不是实证。 当晚,我一个人喝了个大醉,我心里太苦了,却毫无办法,酒醉后,我倒是想明白了,要分手,我不能忍受自己的女朋友做这种事情。 我给于斯打去电话,告诉他分手,而且是老子我甩了你这个贱人,说完我就挂了电话,躺在床上哭成了一个傻逼。 寝室内的几个哥们都认为我是失恋后的伤心,各种劝慰我。 第二天睡醒,我没有去上课,我没有心情去上课,一个人在宿舍内又打开了于斯的视频,我登上那个网站,发现小鹿匠的视频又有新更了。 我忍不住地打开去看,这个视频是一个剪辑的合集,里面全都是小鹿匠的主人,让他偷拍的同寝室女生的视频,有裸身换衣服的,有洗澡的。 还有在卫生间偷拍的女生上厕所的视频,于斯竟然为了满足他主人的一己私欲,而去偷拍自己同寝室同学的裸体视频。 他的室友我见过也认识,都是很好的同学,这已经严重侵犯了别人的隐私权,于斯已经玩过火了,已经在犯罪了。 你可以拍自己的各种激情视频,但是偷拍别人的,还是自己同学的,这也太狭见了。 但,这也是我可以报复于斯的铁证,我可以通过这些视频让于斯身败名裂,他会被开除,甚至承担法律后果。 我就是心太软,我想再劝一下于斯。 让他改邪归正,对,最后一次劝他,我又给于斯打去了电话。 汪强,你见不见呢,不是分手了吗,干嘛又打电话来? 于斯在电话里的尤其依然是那么趾高气昂。 于斯,你做得过火了,你自拍没有人管你,那是你的自由,但你不能去偷拍你的室友,这是犯罪,你知道吗? 我历声质问他,反正已经分手,我也不需要再卑躬屈膝了,你怎么那么圣母啊,我又没拍你。 反对,你有什么证据,你敢去告我吗? 你个胆小鬼,小田狗。 于斯到了这种时候,还在侮辱我。 于斯,我劝你好自为之,你一定会自作自受的。 这是我的事,不用你管。 说完,于斯就挂了电话,不用我管,但是这件事我管定了,我一定要让于斯承担后果。 于斯从这一刻开始,就不再是我心爱的女孩,她现在已经变成一个为了钱什么都能做得出来的贱人。 我要让她对自己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 她的同寝室的同学,绝不应该成为她为一己私利的受害者。 我认识她同寝室的同学,因为我做舔狗的日子里,不光要舔于斯,我还要舔她的室友。 这样做,只是为于斯表达忠心,可以让于斯在她的室友面前炫耀,我申请了一个新的QQ。 用的学校网络,加上了于斯的室友受害者王晴。 王晴通过我的好友认证之后,我直接给她发一张截图,也就是她在寝室内被于斯偷拍的换内衣视频里的一张截图。 当然我打上了马赛克,并配文,你在寝室被人派裸召并对外售卖,王晴收到信息之后,大为光火,在聊天矿内发出各种质问的语言。 你是谁? 你想干什么? 你跟我说实话,不然我立刻报警。 等等,我跟她说,我是想帮你,受害者不止你一个,我没有对外传播你的任何信息, 要不然我也不会来找你了。 要不要我把偷拍你的视频发给你? 你想干什么? 王晴发信息问我,我相信在屏幕另一端的王晴,现在的心情绝对想要爆炸,任何一个女生看到自己被偷拍裸照都会爆炸吧? 你把你所有室友的QQ发我,我帮你排查是谁拍的视频。 我回复了王晴,其实我已经知道,于斯偷拍了他所有的室友,而我现在要把于斯的室友拉个圈,然后把他们被拍裸照视频的实情告诉他们,剩下的是,我相信他们自己可以处理好。 不一会儿,王晴把他们室友的QQ都发给我了,包括于斯的。 我们学校,一个寝室内是住六个人,于斯把他的五个室友全都祸害了,全都拍了视频。 我收集到六人的QQ之后,把除于斯外的剩余五人拉了一个群。 然后我把五个人被拍视频全部截图,打了马赛克,发在了群里,我在群里说,你们寝室内有一个偷拍狂,把你们洗澡换内衣上厕所,都偷拍了视频,并且上传到黄色网站牟利。 你们想想会是谁呢?我其实问了一句废话,不用想,也知道是于斯,除了他,剩余的人都被偷拍了视频。 而这种私密视频,只有可能是自己同寝室内人干的。 然后我把那个黄色网站,有他们视频链接的网址发在群里,群内暂时安静了,你是谁? 过了一会,群里有人问,我是谁不重要,重要的是谁偷拍了你们的视频,我相信你们现在肯定也能猜得出来是谁。 他是一个被校外有钱人包养的大学生,被包养之后,他就完全沦落为那个人的姓奴,那个人让他干什么就干什么,为此他不惜出卖自己最亲最爱的同学, 竟然将你们的私密视频偷拍下来,发给他的包养者,而这个包养者还将你们的私密视频公之于众发在网上,并且售卖,简直无耻至极,这种人应该收到法律的审判。 而你们作为受害者,你们要勇于维护自己的权益,绝不能让这个违法者逍遥法外。 我在屏幕外,尽可能地要激起他们的火,我要让他们把火撒在鱼丝身上,女人之间的恨,才是赤裸裸的恨。 你想要什么? 群里有人问,我只想看到他受到惩罚。 如果你们能把他受到惩罚的样子,拍张照片发在群里,那我感激不尽。 而且,我会帮你们惩治那个售卖视频的人。 一言为定。 我不知道鱼丝寝室的这几个室友,有没有猜到是我。 虽然我申请这个QT的时候,设定成为了女性,但我们在那一刻结尾了同盟。 当晚,鱼丝所在的宿舍楼就爆发了大新闻。 现实寝室的楼管赶到鱼丝的寝室,而后是校内保安和各种校领导,再然后就是民警出现。 我们这群学生,全都聚在鱼丝的宿舍楼下,相互讨论吃瓜。 我也站在人群里,我比这群围观的人知道的都要多,但我不知道此事发生了什么。 就在民警赶到,我们围观的时候,只见鱼丝宿舍的窗户打开。 鱼丝全裸着身体,站在了窗子上,嘴里好像喊着,你们别逼我,是不是喊的这句话? 我不清楚,楼下的学生,全部拿出了手机,对鱼丝拍照或者拍视频,所有人都在围观叫好。 我赶紧赶到最前面,从地面上对鱼丝喊,嘶嘶,你不要犯傻,你赶紧下去,你在干什么? 你千万不要想不开,我也无法确定。 我当时的心态,到底是怎么样?我是想让他跳下来,还是想不让他跳?我不知道,我很矛盾。 这个时候,我的手机响了,群里发来了几张照片,前几张是鱼丝被众人扯烂衣服,堵在卫生间角落里被殴打,脸上身上都是道道伤痕,后几张是寝室内一片狼藉。 仔细一看,全是鱼丝的物品洒落一地,化妆品全都打烂了,LV的包包也被剪刀剪成了条状,还有鱼丝的衣服全都剪成了布片。 我现在没有心情回复信息,继续抬头朝着鱼丝大喊,嘶嘶,你千万不要想不开,你赶紧下来啊。 其他学生见我喊,都在朝我看,甚至有很多人对于我拍视频,这个时候竟然还有学生在喊,跳啊跳啊,我真想上去和喊叫的人打一架,他们怎么连一点人性都没有,我管不了那么多了。 我来到鱼丝寝室的窗下,举起双手,只希望如果他真的跳下来,我能接住他,我希望他受到惩罚,他也应该受到惩罚,但我从来没想到他要为此偿命,他住在五楼,真要是跳下来,说不好真的会没命,就在这个时候,我的身边多了几个警察,他们正在拿着不知道从哪里搞来的棉被铺在地上。 鱼丝的寝室内,也聚满了警察和校领导,最后的结尾是,鱼丝被寝室内警察给拉了进去,之后的事情我们也看不到了,而且群里也安静了下来,我担心警察会找到我,就把QQ群给解散了,然后把鱼丝的室友也全部解除了好友关系,拉黑,但这件事并没有因此而截止, 在我们的校园论坛内,学校的各种群组内,还是我们各个寝室内,全部开始了热议。 今夜这个校园,注定是无眠之夜,我没有参与他们的讨论,我还有另外一件事要做,白天的时候,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。 终于查到了小鹿匠视频发布的源头,原来是一个网名叫我有奴三千的人,在一个黄色网站上发布的收费视频,我有奴三千售卖的非法黄色视频, 不光有小鹿匠,还有和小鹿匠一样的其他不同类型的女生,看上去都很年轻,这个狗东西仗着自己有钱,不知道祸害了多少女生,这些女生为了钱。 竟然愿意去做这么下贱的事情,我真的想不通,小鹿匠最早的视频是在半年前开始发布,半年前鱼丝剃掉了阴毛,我还问过她为什么,她说好看。 原来也是接受了我有奴三千的指令,找到了我有奴三千的ID,也就找到了攻陷她的方法,录制传播售卖淫秽视频,这是犯罪,她跑不掉。 我担心鱼丝的事情,尤其是鱼丝偷拍视频的真相被传播的话,肯定会有很多人想要去网上搜索并下载视频,这样的话,肯定会对鱼丝的室友造成二次伤害,不能让视频继续传播下去。 我赶紧翻墙出了学校,打了一辆车,赶往了离我们学校最近的公安局,我担心小派出所没有网警部门,不能及时把黄色网站给关闭。 到了公安局,我找到值班民警,解释了好半天,民警才理解了我的意思,并不是民警的理解能力差,而是我的表述能力差,这辈子头一回跟警察打交道。 太紧张了,接待我的民警了解完事情之后,打了一个电话,应该是通知网警部门,我等了好一会儿,被另外两个警察带往了一间办公室,这间办公室内有几台配置非常高的台视机,警察没跟我废话,打开电脑之后,就让我提供ID地址, 而后他们很快就锁定了这个ID地址,并且将该网站屏蔽下架。 当然,具体他们怎么操作的,我看不太懂,过了二十分钟左右,一个警察对我说,同学,浏览黄色网站也是非法的,你知道吗? 知道,知道,下次不敢了。 我低着头,不敢大声说话,但你能及时将对方的犯罪事实提供给我们警方,也算是尽了一个公民的义务,这次就算将功补过,不追究你的责任了,下次可不许再上黄色网站了,知道吗? 这个警察虽然言辞犀利,但语气还算是和蔼,真不敢了。 我想问下警察叔叔,你们会抓到那个卖视频的人吧? 我问这个问题的时候,还是没敢抬头,我们的人已经在路上了,他的ID地址就在本市,一个小时之内,他就出现在公安局,放心吧。 那就好,那就好,那他会被判刑吗? 逃不了他,像他这种情况,至少判两三年,我们还要继续追查他有没有其他犯罪事实,放心吧,小伙子,我们不会放过任何犯罪分子。 警察拍了拍我的肩膀,谢谢警察叔叔,那我是不是可以走了? 我这个时候才抬起来,仔细看了一眼我面前的高个警察,可以,用不用我们送你回去? 不用不用,我自己回就行了。 离开公安局之后,我在路上一个人走了很久,其实我心里还是在想于私。 他会怎么样呢?等我回到学校寝室之后,寝室内的哥们还都没睡觉,都在等着我,他们还以为我和于私这种男女朋友关系,今天于私的行为和我有关系,他们还担心我被警察带走调查了呢。 等我回来之后,他们才安心,我告诉他们,我已经和于私分手了,于私的事情和我没有关系。 我说完这句话,寝室内的所有人都缓了一口气,他们说,你要是不分手,这是还没法在寝室聊了呢。 原来,在我去公安局的过程中,学校内已经对于私展开了起底大讨论,从于私拍自卫视频,到被包养,以及他偷拍同寝室室友的私密视频,全都传了出来。 我赶紧问,有没有视频资源传出来?一个哥们说,你小子,满脑子都是这个,我们早就上网找了好几遍,啥也没有。 都被删干净了,我心里想,还好还好,因为这件事的传播影响非常大,几天之后,校方就做出了处理意见,于私被开除,对于于私被打,于私本人也没有追究其他室友的责任, 而且于私被警方拘留,他因侵犯别人隐私,且传播贩卖淫秽视频,之后也会被刑事定罪,犯了罪,就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。 我心里其实很开心,过了几天之后,我的QQ有新的好友申请,我一看是王晴,我通过了他的申请,他在QQ里给我发信息,约我在学校小树林见面,我本不想去。 但还是去了,你还有没有我们的视频备份? 王晴在小树林内质问我,什么? 什么视频? 我故意装作什么也不知道,汪强,你别装了,我知道是你。 你怎么知道的,我对你和于斯都很熟悉,我一猜就是你,你还有没有视频备份? 王晴一副凶巴巴的样子,没了,全都删了。 真的,真的。 王强,谢谢你。 谢我什么,这是我应该做的。 后来,王晴成了我的女朋友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请不吝点赞,订阅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